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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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我由阿姨助理 轉為就讀護士課程的時候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容易重大的事情 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我可以盡自己的努力 去幫助更多的人 會是一個令我很驕傲 和很開心的事情 24歲的Annes三年前 由牙醫助理轉為修道護理學 希望成為前線護士 現在是一間公立醫院的護士學校 讀三年級 我們稍後會回來 看看寶寶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比較先進的電子儀器 都是用來做鼻胃喉管為止的 做護士除了要熟悉護理程序 更重要是要和病人溝通 這天Annes和幾個同學 無以為病人用鼻胃喉餵食 你好先生 現在幫你駁回鼻胃喉管 幫你下一點營養奶 不過對於獸分中的護士來說 面對生死始終是最艱難的挑戰 我遇過有一位婆婆 她是因為肝有事而入醫院 一開始接觸她的時候 她也是比較開朗的人 每天都很正常地交流 她還可以很靈活地在病房移動 去到最後有一次 就是我放完嫁回來之後 就發覺婆婆本身的病床 就已經轉了病人 後來才知道原來婆婆 突然間那個情況惡化了 就離開了 經歷三年新冠疫情 加上人口老化 護士的工作比以前更繁重 在這個時候加入醫護行列 Annes說會調整好心態 雖然我現在是一個護士學生 但是我會有時候在想 如果我是一個護士的話 我會抱著一個什麼心態去面對 其實這個疫情都是一個挑戰 對於一個醫護行業 所有醫生或者護士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自從03年SARS到上一個疫情 就是這個新冠 其實當中都有幾次的衝擊 例如2009年的豬流感 另外有HN9 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當我們選擇做醫護 其實這個已經是與命運有弱 其實這種挑戰 我們是一定要面對的 大家都明白了 微生物學 就是細菌或者病毒 根本上是不會滅絕的 所以將來的護士 其實每一個科目的同事 都要裝備一些知識 一方面是去照顧好病人 另一方面也要好好保護自己 唐華根在醫管局負責護理人員的管理工作 他說除了應對傳染病的威脅之外 社會人口老化更是他們正面對的主要問題 人口老化帶來的一些負擔 最主要是長期病患那方面的負擔 過往比較少資源 或者策略上高的應對 就是一個基層健康的預防和護理 我想將來的護士 在這一方面更加需要他們 加入去負一分的力量 去做好整個我們香港社會 基層醫療 拍著醫生或者其他醫療團隊 去做多些預防性的工作 那些什麼可以減低他的G.I.B.D. Kenniff是Annes的同班同學 原本在醫院做文職 三年前以非理科生身份入讀護士學校 他說最初讀起來都有點吃力 讀的時候是有困難的 這個是真心 沒有壓力 因為始終你沒有根機 你一開始接觸這些的時候 是覺得自己能夠讀得好 是不是真的對 會有這個困難 但是他落到實行的時候 其實不是有多少人幫你 臨近30歲才轉職 Kenniff說是因為有一次目睹 車禍商者宋苑的經歷 令他想再走前一步 2018年是年初二 發生了一宗加東意外 剛巧我當日是當職的 我負責處理的事是相對後勤的工作 但我當時要幫忙安排一些 類似災難處理事故的支援 當時有一個感動的位置是 我是有幫人的心 但我好像又站到很後 為何不早點直接可以影響到 我會幫到人的工作呢 我舉一兩個例子 他本身是香港醫務委員會的 接觸護理課程之後 他發覺護士的角色 比以前想的範圍大很多 也不單是醫院需要人手 始終來人口老化 老人院的需求增加 年紀越大便容易有其他 需路的現象出來 某程度上醫療負擔都大了 我自己覺得其實不是醫院要人 你不同的地方都是要護士這個角色存在 我自己覺得趨勢應該是社福界 甚至乎是一些老人院 都可能會出現人手短缺的現狀 不過即使有Alice和Kenneth這些新血加入 無論是醫院或護老院 仍然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 多了人移民 亦有不少人退休 根據醫管局數字 全職護士去年流失率達到9% 所以除了加強培訓之外 更要積極在外地照聘護士 我們有很多港人子弟 去了外國升學 然後加入了護理這個專科 過往因為要考試 要回來 我想都是因為文化差異 或者在實踐方面的差異 他們回來考試 能夠在香港拿到牌合格率比較低 但是經過法例的更新 我們都期望這些都是我們引入人才的機會 政府早前就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希望吸納非本地培訓護士 來填補職位空缺 我們整個人口結構都在變 人口老化 需要服務的人就多 但是投入去醫護工作的人口 是相對性變了緊絕的 所以我們縱使是用本地優先的一個概念 但是當不夠人力資源的時候 我們都要在各地找人才回來去填補這些空缺 如有預備插合 你預備了些甚麼呢 我們要準備給醫生之外 就要有一條連接線 駁了之後 我們就要確保鏡頭 醫生會看到 為了患留置深的護理人員 醫管局也在原有積級上 增設副顧問護士的職位 在兒童醫院深切治療部工作的Wing 就是首批獲評的人選之一 他說在新崗位上多了指導職責 但所有工作 其實都是靠團隊一起完成 在兒科深切治療部 當然壓力是大的 但是相對來說 當所有人都感覺上 你的壓力會很大的時候 相對的支持也會多很多 其實我們是好像一個團隊去進行的 其實你說壓力一定有 但是當你見到身邊有很多支持 其實壓力是分擔了的 他形容兒科是一個見證奇蹟的地方 在這裏找到自己的工作意義 我曾經有一個小朋友的病人 就有點頑皮的 我們會有些非侵入性的呼吸支持的一些機 面罩相對來說是不舒服的 但那樣東西正正就是他要維生的那樣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都會訓事些 會很認真地跟他說不要再拿下來 當然那一刻他會不開心的 到最後我最深刻是他可以成功出到普通病房 他也會回來便會說 姑娘我認得你 你說我你要戴著面罩 那一刻是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人手短缺 工作壓力又大 但阿Wing說 最重要是不要忘記初心 那我想如果以家人的角度來說 見到你穿這件制服便會知道有些事情 你會回答他 我說我自己的感受 那其實就不要說 看輕自己只是一個護士 那其實在一些病童 或者在家裡有一些病的人 其實你是他的生命中 最後一條稻草 醫生下了指示 你先和你留一輪鹽水 那現在給鹽水的就是 酸酸酸酸酸酸 5% 這天Kennyville參加模擬考試 為病人釣鹽水 他曾經在深水埗的醫院做實習 因為做好基層醫療 可以減輕醫院的負荷 而護士的角色 將來會更加重要 以往我們護理可能真是醫號的一個病人 你可能處理完這個個案 就覺得他應該要出院了 但現在整體的情況下 還有醫療壓力都大 由基層醫療做起 始終預防性療治療 處理這些老人家 這些未必是醫院裏 可能是社區診所 一些社區看見護理的結果 還有一年就畢業 成為駐鈔巫師 那他又認為 可以怎樣做好這個崗位 我不敢說我很偉大地 幫助全世界的人 因為不可能 但我會盡量專注於 我面對的每一個病人 你真心地對一個病人 其實病人都能感受到 自己一來就是心態方便 就是你要夠堅強 人手不夠是現在醫療行業 比較普遍的現象 不是一時三刻 可以說改善得比較圓盡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 我有一個心態和抱著 一個很好的心情去面對 每天不同的挑戰 我覺得已經很足夠 我總共的會發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